大家好,我是尤尤 这笼子里面的这三只鸽子都是母鸽子 旁边的这只也是母鸽子,豆豆 准备给它们开始配对了 我想给红色大鼻子配它的女儿 就是红色大鼻子配那个亚军出的一只小母鸽 已经一岁了 这只小母鸽是那个雨点白条 我感觉这只小母鸽要是和红色大鼻子配对的话 有可能会出雨点 红色大鼻子上一次配对配的是这一只 这个是亚军,成绩还不错 700公里亚军出的就是刚才的那个雨点 配对出鸽子吧,雨色都是未知的 回头我把这个红色大鼻子的眼纱和它这个女儿的眼纱 我都发到这个视频里面 朋友们也可以给我参考一下 去吧 红色大鼻子现在已经很旺很旺了 这个就等于尽情配对了 这只小母是它的女儿 小母鸽已经很旺了 公鸽子也很旺 哎呀 你这就属于秒配啊 现在都开始配上了嘛 小母鸽有蹲下来想要让它采背的感觉 有的朋友肯定说 你这个鸽子配对怎么那么好配的 我这个都关一个多月了 我这个都是分开关的 母鸽子是母鸽子 公鸽子一直灌在这个笼子里 红色大鼻子至少有半年 没有和别的母鸽子在一块了 所以说会显得很旺 红色大鼻子的年龄都已经11岁了 后期几天的话 我也会陆续的更新 我这边鸽舍里面的鸽子配对 还请朋友们给我一点建议 目前现在刚开始配对的话 我是不放草窝进去的 等他们配对成功 开始有采背 后期的话 我再放草窝进去 现在放草窝进去的话 也是弄脏 拉分辨拉在里面 等他们需要草窝的时候 你放进去草窝 鸽子它也会保持 草窝里面的卫生 不会拉在里面分辨 这样配对就不会怎么样打架 母的没有 过度的反抗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还请朋友们给我点建议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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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